最近因為疫情啊 我現在也單身嘛 所以我就開始用各式各樣的相親軟件 我也想知道現在女生在想什麼 說真的 然後當然我有略了一些我自己的條件 還有我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就發現我就受到很多女孩子的反駁 應該這麼說 然後我也跟他們溝通嘛 就聊天 我相信有一些人也看過我微博 或者是B站上面的截圖 我總覺得現在婚店的市場好像有一點變得 男生變得很低姿態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可能在我那個年代男生就是要強壯 勇敢 有責任心 可能會比較容易吸引到女生 但我總覺得現在好像女生要的就是那種 有點像舔狗這樣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譬如說我也是遇到一個女生 她跟我說 哎呀既然我喜歡她 天氣冷了為什麼我沒有關心她 我說哦 那確實是我沒有做好 但我反問她一句我說 那天氣冷了你也喜歡我 你為什麼沒有叫我穿暖一點呢 然後她就突然這樣呆住 然後回答我說 這輩子沒有人跟她講過這句話 我覺得感情是雙向的嘛 你希望別人怎麼做 你也要對別人做一樣的事情嘛 我覺得這個好像現在整個這種婚店市場 女孩子好像是那種受益的一方 你知道嗎 當然也有人做什麼甜言女權 然後會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男生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男孩子要有車有房 有經濟能力 然後他又要能夠溫柔體貼 然後工作能力又要強 有時候我也想問問這些女生 你怎麼會期待一個男孩子 工作能力很強 在關鍵時候可以幫你扛得下壓力 你卻期待她平常 像一隻狗一樣舔著你 甚至乖乖聽臉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絕對不可能同時存在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時候這種價值觀 或這種三觀吧 也會讓我覺得最近跟很多 在這個平台上面聊天的女生 聊天之後有點跌破眼鏡 真的 然後我在這個平台上面也聽了蠻多女生說 啊現在男生都很不Man啊 很沒有責任感我覺得就是因為你們的要求 太奇怪了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男生一直在變弱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變弱 他找不到對象啊 他 你 我實在有點生氣 就是你希望一個男生平常對你像舔狗一樣 然後關鍵時刻 他可以抗得住壓力出來幫你承擔所有的責任 你覺得這是要有這種人嗎 不可能嘛 一堆女孩子說什麼啊 在這個交友平台上面很容易被騙 怎樣怎樣 啊就是因為這些壞男人營造出你想要的世界 然後才有辦法騙到你嘛 這個是要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人 你要自己想一想嘛 說難聽一點說我真的發現一件事 以前我們都說女孩子要溫柔體貼 現在不是了 現在每個男人都在找個最溫柔的女人 最後發現最溫柔的是自己 每個女人都在找個最Man的男人 到最後發現最Man的是自己 唉我要怎麼講 就真的是這樣聊下來 我發現整個大家折偶觀真的是 有一點點小問題耶 我這樣也聊了不少了 我再聊一聊我發現 哇真的現在整個這個社會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真的啊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對象 我也奉勸女生啊 我不是製造你焦慮啊 能夠在北上廣深存活下來的優秀男生 真的是比女生少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他存活不下來很多都回老家了 現在真的統計出來的數據 不要說我騙你 在北上廣深真的就是女多男嫂 你說難聽呢 是中國目前看起來是有四千萬的男人 可能找不到老婆 但這些人都不在北上廣深 你真的希望能夠找一個 能夠在北上廣深 跟你一起過日子的男生 真的是越來越少 如果你又東挑西挑 然後你還希望男生對你好 然後平常又能夠賺到錢 有車有房 啊我覺得這個機率有點低啦 我只能這麼說啦 好不好 真的 那大家在折偶的時候 自己要稍微想一想啦 我那個聊天真的有很多很好笑的對話紀錄 我現在都把它叫做孤勇者的日常 你知道嗎 真的一有人只要跟我聊天 我發現他很好笑 就把它截出來這樣子 哎 真的是孤勇者的日常 有人跟我說 老謝你為什麼找到老婆 就是因為你三觀太正了 真的我覺得我的要求也不高耶 要不然這一期 凡想好的話點讚過萬 我就來教大家怎麼用交友軟體 我覺得我在上面真的聊了 蠻多女孩子的 然後也挺好玩的 跟很多人接觸 哇 真的是真的是 做交友軟體我覺得可以做20集 真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故事 好啦點讚過萬 我就來教你啦 怎麼用這個交友軟體 怎麼去散選對象好不好 但是我最後還想再講一句啦 其實我覺得現在每個人 都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然後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不是不鼓勵你不要結婚 而是如果你說難聽一點 你跟這個人相處三觀不合 每天這個女孩子很多很難搞 你再怎麼喜歡他 你都忍耐不了多久的啦 有時候我都會想 如果要找個女孩子 這麼多這麼難搞 然後我還要像狗一樣舔著他 那我為什麼不要自己單身 太開心心的就好 真的我現在也會有這種想法 有時候對這種婚姻到底是什麼 我也會覺得挺疑惑的 可能這個太多這種毒雞湯 在這個市場上 灌來灌去造成這些女孩子 很多想法都有偏差啦 真的我不是製造對立 但真的我覺得 五位真的長風圈女生 你如果真的想找個好對象 你真的要了解男人在想什麼 你今天既然希望依附這個男生 其實說難聽一點 他就像你的領導一樣 你怎麼會期待你的領導 給你升職加薪 然後他還要去照顧你的心情 應該是你來考慮你領導是怎麼想的 好吧我是這麼認為啦 真的如果你今天在北上廣深 或者是在大城市裡面 你能夠立足的男生 你真的不用擔心找對象 不要著急啊 好好找個人陪你過日子 真的比你家裡給你壓力逼婚 病急亂投衣 你一輩子過得不開心 來得更好 不要去拉高我們中國的離婚率 好不好 真的好好慎選你的對象 這個女孩子跟你在一起過得舒服 這才是最重要的 擠什麼又這麼好擠的 我40幾歲還沒結婚怕什麼 我40幾歲 有時可不穩 我40歲 你比較認可